嗨 施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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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婷 你頭髮這樣 雅婷 小小身軀在床上連縮著 很難想像 眼前的女孩已經32歲 雅婷 你那時候我就必然了 出生8個月 感染肺炎昏迷 雅婷醒來時 四肢全灘 無法言語 那如果在拍拼 我就比較緊張 15年前妻子往生 72歲的施先生 一直獨自照顧女兒 你要自己點來啊 長期抱孩子 四先生腰椎不好 還有心臟病 卻沒有持續就醫 可是他一直放心不下 就是因為這個女兒 他覺得別人 沒有辦法像他 那麼樣照顧得那麼好 再安排他來 心臟內科的門診再看 慈濟志工 陪伴師先生定期回診 醫院也送了 特殊配方奶粉 給雅婷補充營養 對這個孩子 是無怨無悔的 這麼一直在付出 這個是我最感動的 一直的陪伴 就覺得很捨不得 我身體如果壞的時候 就要送了 不然 現在就要找 找一個比較舒適的地方 祝你爸爸姐快樂 32個寒暑過去 珍惜相伴的每一天 是愛的力量 將這對婦女緊緊相系 大愛新聞台中綜合報導 衛生 好吧 高潔